王妃 你刚刚跟王爷在房间里做什么了 小索依 娘亲跟爹爹做什么了呀 也没做什么 就是王爷 你们的爹莫其冤 刚刚在房间里跟我打了一架 差点把房间拆了 他必须把事情说得越严重 才能让枫叶和枫瑶心甘情愿地跟他一起走 那王妃 你也有没有受伤啊 娘亲 给爹爹看看 哎呀一点内伤 不是很儿事 叶儿 姚儿 娘亲知道你们很聪明 但是大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 娘亲跟你们爹爹的关系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缓和的 留在王府 以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今天可能对你好 明天就会害你 但是 像我们以前在的庄子里 就不同了 大家都很和善 关键是 没有任何拘束 自由自在 乖 今晚跟娘亲离开王府 好不好 叶儿听娘亲的 叶儿也听娘亲的 乖了 王妃 我们今晚离开 那小池 我们是要跑路 再多带一个人 不太方便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给他多留些钱在 等以后安顿好了 你有机会再来看他 谢谢王妃 谢谢王妃 风瑶 趁风来一不注意 纳着枫叶出了房间 有话你就说 哥哥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真的要跟娘亲离开 不要爹爹了 嗯 我听娘亲的 啊 可是 瑶瑶舍不得爹爹 爹长得好好看 瑶瑶喜欢 你到底是舍不得他 还是因为他好看 都有 枫叶给了枫叶一个 你没救了的眼神 情绪复杂地走了 枫叶鼓了鼓塞帮子 他是真的舍不得爹爹啊 而且娘亲还说了 只要功夫下得深 铁杵磨成针 只要瑶瑶够努力 爹爹也能磨成针 啊 错了 是爹爹也能变成小白兔